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有多少只 两百多只 今天能卖得完吗 这要跟天下都不够 这要天整了差一点 你都不知道我们牧场有三百多家卷麻鸡 你看一类路二类路都是卷麻鸡 做这个新疆卷麻鸡的一开始生意还不错 做了最后生意不好了他又来跟我说 这个卷麻鸡 这有专业不同的 有专业细细 这里用这么多葱 我们家以前 这里用葱里用一几百多斤 葱少了就没有味 我大葱比较三百多块钱左右 这你这鸡子配几两葱吃 二到三两 这个大葱为什么吃得乱 这个大葱我们拔了三葱 这一百斤 这都用四十斤 这半斤六七斤 到这桶子半斤就用了这 再多两斤 这个油就是每次只用一次 每天中午一桶 晚上一桶 一桶得有多少斤 这个沙拉油 200多一桶 再一次就不要了 现在这一种鸡贵了 以前便宜的 这一种鸡都是三年以上的老母鸡 必须担不鸡 它这个油 你看爪子 麻鸡的老骨鸡爪子 因为是五年八年差不多 这一只鸡就是五十多块 它能卖多少 这只要大一点 能卖到八十多 九十 这个股价还太高 赚钱不赚钱 第一为人民服务 马脚鸡它是一种凉拌 它就是一种网红鸡 它在市场上站不住脚 要跟那个脚马鸡比 它是不行的 你看我们这个都做二十多年了 这一早点 这马鸡都给你做的 这是第四锅了 这个就晚一点 一个半小时开锅了 更效果美的 四十六指就行了 这用薄贵的石头 这一个石头都平方二十多年了 天天喝几大 一天喝好几锅 这个不加料吗 不加料 盐呢 盐也不加 水素香味 请水火 这个鸡煮出来就二三斤以上 耍上你的鸡煮哥 耍上不干净的吗 一天出几次摊 上午卖下午卖 这咋卖的 35一斤 配菜要钱不 配菜不要 多春节 这个四十二 还提到店的时候一直买啥的 二十多年了 二十年了 这个手撕的是比刀切的好吃是吧 是的 手撕的是第一肉 196 对 跟刀剁的不一样 刀剁的吃了 没有口感 然后吃了扎嘴 扎嘴 扎嘴 扎嘴这个骨头 我 好 好 大哥公鸡做这个好吃吧 那个公鸡做的肯定好吃了 他那个用公鸡太贵了 都卖到二十块一斤 十八块一斤 吃不起啊 吃不起 吃不起 小马蹄的另外就是大草动皮 这个鸡鲜 可以 可以 您可以 这边撒了两分多鸡鲜 这个鸡鱼 咬汤了 好 能多来点葱 好 肯定的 大草小草草 小草小草 这个大草最少就有一个散量 还有这个肚皮 这个鸡鲜 这个味道 吃了都特别不一样 像我们七小冬云朵 没上午吃 我妈妈和爸爸吃了个大好 二好 三好 四好 五好 我买了个浇麻鸡 来叫往上好 我们成了浇麻鸡 带回来半小时了 还热了 这份是四十六 当时听了价位挺高的 三十五一斤 但是给它配菜很多 这一份的话 应该是至少跟我三到四个人吃的 给它葱确实不少 它这个葱呢 就是它外边真的是剥的很干净 所以没有那个葱丝 里边咬的就是这种脆脆的 它拿这个汤汁泡了以后 没有辛辣感 这个灵魂豆皮 它炸过以后 再煮的话 因为我们平常吃的这个豆皮要略干一点 更耐嚼 稍微带那么点脆脆的 老母鸡这个鸡皮特别特别脆 它这个鸡煮的时候是没有加任何调料的 放到带冰块的水里边积一下 可以给它这个皮 特别的紧 特别的脆 鸡肉的话 没有鸡皮好吃 这个鸡血的话 就是 它咬起来比我们平时在火锅店什么吃的那种 要软一点 没有那么弹 这个姜麻鸡 我也吃过新疆的 它还新疆的 完全不是一个口感 这个更适合就是 回去以后把它放到锅上 再放点豆芽了 或者做个火锅吃什么的 它是热吃的 不是凉菜 真的在其他地方